是长脸的女生琴扣一 今年谷爱玲的大伙刷新了很多人的审美观念 很多人评价说 百受又审美可能要受到大冲击了 就是我们以前可能会觉得 长脸成熟显老期是缺点 但是现在在看我这种长相 真的天生自带时髦感 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分析三位 都是五官比较立体的长脸 但呢又是不同风格的美人 帮助同款特征的长脸姐妹 挖掘自己的风格优势 第一个还是先来说说谷爱玲 她的长相气质其实自带成熟霸气感 就有种同龄人难以超越的气场 看起来很像姐姐 但实际上她比刘浩然还小六岁 眉毛和眼睛都是长而上挑的 整张脸有种往上提的感觉 显得非常精神饱满 神采奕奕 同时眼珠偏小 视线往上看时会有明显的下三百 配合眼眶发力就给人一种冷感和压迫感 谷爱玲的唇形也是比较成熟大气的 嘴唇宽 唇风远 不笑的时候就是有点嘴角下垂 一看就是那种倔强不服输的女孩 这样的长相特点再搭配小麦色的皮肤 就有一种很不服输的活力感和 撒爽阴气感 在这种白色又的审美里面 就洗刷了大家的审美 让人眼前一亮 有这么难得的辨识度 她日常妆容的话 也很适合强调出这种独特的气质的 最重要的还是眉眼 类似风格的小眼珠 或者浅铜色的女生 就可以参考古爱玲的眼妆画法 稍稍增强上下眼线 再配合大地色眼影和睫毛 来增加眼睛的存在感 很多人不喜欢眼睛下三百 要觉得显胸 但这个特点还挺适合她的 可以提升眼神的野性感和攻击力 眉型也建议保持阴气 古爱玲原生的挑眉线条上扬 眉峰很明显就是最协调的搭配了 这张图片你看修掉了眉峰 就有点像那种流水线的广告美女 反而丢失了气质 从风格角度来说 古爱玲是那种活力四射 飒爽阴气的 但日常生活就很适合运动休闲风 或者酷感大姐姐风 她身材条件也特别好 稍微正视一点场合 就可以穿利落大气的衣服 保持颜色简洁 线条利落 风格不要太甜腻 就都会很出彩 很多人说她时尚资源太好了 其实也离开她本身 不怯场的这种强大自信 冬奥会之前她发了条视频超火 就在酒店房间里面 就把普通的运动服 穿出了超模走秀的感觉 这种冷感阴气的脸蛋 加上高挑的身材 就特别符合high fashion的审美 时尚驾驭率是非常强的 即便一些夸张搞怪的个性款也能hold住 不会被衣服淹没气场 如果有类似气质的女生 你真的可以偷笑了 只要在妆容和穿搭上 尽量保持住这种成熟冷感 千万不要增加甜美度 多尝试个性酷感 或者说有点张扬的衣服款式 肯定会特别有风格辨识度 那第二个来说说 前阵子被大家评价 低估了她的美的徐维宁 其实她出道已经很久了 但是很多人就是近几年 才get到她的味道和美 小时候就觉得她好看的琴扣一 长大了才get的琴扣二 大部分人见到她 应该是在恶作剧质吻 长相精致啊 百里透粉 像个江东的小公主 但是我们小时候可能会觉得 这种成熟立体的长相 看起来比较有心机 更喜欢林依诚那种 可爱无害的外形 但是现在审美成熟之后 我才发现这种精致的 没有多难得 很多人觉得徐维宁 和古艾林长得也有点像 因为都是长脸 长中庭 混血脸 但是一对比呢 就能发现徐维宁的五官和轮廓线条 更纤细精致 女性感更强 她气质里最迷人的地方 就是妩媚感和清纯感的碰撞 眼窝深邃 眼珠颜色浅 眼神给人一种含情默默 专注又柔和的感觉 而且她眼距也比较宽 下眼睫弧度大 视觉上有下垂的效果 笑起来呢 眉眼弯弯 一下子就中和了成熟感 徐维宁的长相 已经属于精致大美女了 状容只要注意 不掩盖本身 难得的气质就行 她天生眉毛比较浓 再加强的话 容易显男相 可以适当把眉毛染浅 或者保持眉型的精细 眼妆呢 用小面积的眼影和睫毛 加强神采就可以 大面积或者色彩突出的眼影 反而会破坏天生励志的感觉 走女人味路线的长脸女生 就可以参考这种方法 把你的亮点留在眉眼 低调稳重的哑光唇色 也会更符合这种气质 像这两种唇色 就很有温婉高雅的女生感 太半嫩或者太艳丽的唇色 就容易破坏风格了 这样看下来 你发现徐维尼的气质 是偏温柔淡雅的 所以时尚圈这种帅气 中性路线 其实都不太适合她 太夸张的气质 hold不住 太慢的造型 又像在强行帅气 所以如果想要风格鲜明突出呢 可以试试法式复古风 类似的妩媚型 长脸女生也可以参考 需要成熟利落的场合 就可以在利落的基础上 多结合一些女性元素 比如肩带啊 挂脖 剪接蝴蝶结等 都可以给整体造型增加妩媚感 日常还可以多选修身 或者有陆肤的单品 把她皮肤白 女人味的优势展现出来 第三个就来说说 Milly Bobby Brown 看过怪奇物语的姐妹 先举个手 她也是一个长脸女孩 但气质和上面两个很不一样 我觉得她身上有一种 既成熟又稚气的奇妙结合感 虽然欧美人的长相结构 和我们很不同 但是她的风格 也是可以提供很多参考的 尤其是偏爱年轻风格的长脸女生 和另一位长脸的欧美明星Bella相比 就可以看到 Milly她的线条是要柔和很多的 而且她的中挺也不常 降低了很多成熟度 有人说Milly和Nathalie波特曼长得像 但是Milly从虎观线条到发际线 都比Nathalie更野生 眉眼也更紧凑 肤色也更深 气质是截然不同的 她眉头的线条配合短中挺 就显得更加年轻 很难得的在长脸中保留了少女感 再加上她标志性的笑容 笑起来鼻子皱到一起笑闻又长又有力 给人感觉就是一个大大咧咧的洒脱裤女孩 这种长相呢 在妆容上保留风格的特色很重要 你看左边这种标准的女明星妆容也很好看 但是显然是右边这种更能发挥她的特点 仔细观察区别其实就在眉眼 她的亮点就在于眉眼的俏皮 活泼 柔和眉形 眼线拉长 这种妩媚型画法 其实很丢失辨识度 所以线条保持原身状态就好 欧美风会比较喜欢裸色唇 那其实这种裸色唇常怜女生注意了 就是裸色的话会让你夏婷的这个存在感变弱 让你眼睛位置显得更高 会显得更成熟 可以换成更有色彩感亮眼一点的唇色 能够拉低面部的视觉重心 不进一步增加成熟感了 然后类似的常怜女生在穿搭方面呢 也千万别把自己框在黑白灰高级杆里面 走翘立风啊 或者活泼点的休闲运动风都很适合 把你性格里的这种自信张力发挥出来 进入职场或者正式场合 也可以用一些色彩感选亮色或者有印花的单品 避免全身基础色太沉闷无趣了 发型也是这类翘立酷感女生发挥风格的关键 不要留可爱刘海 选重心高的发型 比如短发高扎发 也可以尝试更多奇怪又可爱的发型 配上机灵有活力的气质 在你身上就一点都不会觉得违和 还挺协调合理的 那今天的三个女生都是鼻子比较立体的长脸 这种长相真的特别容易发挥时髦感 然后之前有人评论说 风格这种东西真的太微妙了 胡安玲和徐伟宁的脸型啊 五官亮感 五官位置都是蛮相似 但是因为细微的五官形状和肤色差异 就让两个人的风格完全不同 虽然长脸整体上看有点成熟 但是和不同的五官组合后会有各种特色 你还是可以发现更适合自己的风格优势的 希望今天这三个长脸女生能给大家参考 去多多尝试探索自己的风格边界 喜欢的话记得三脸 我们下期视频见吧